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搬出来 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将金永峰县将房龄只有22年的县尾宿舍楼当成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拆迁 遭到部分工职人员的质疑和抵制 那质疑者称 政府无非是想把从我们手里低价征收过来的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牟利 一些不签署拆迁协议的工职人员除被暂停工作外还被扣发工资 那如此改造棚户区是不是变了味呢 日前河南省洛阳市演示高中门前的标牌上播放着校方新学期制定了八条禁令 那学校新学期规定严禁学生谈恋爱 男女学生拉手一次警告留校查看 第二次拉手就要开除 我们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但是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的时候 他们却很少有发言权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中门镇西戴社区有村民反应 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相关手续并不完备 补偿并不到位的情况下就被强行征用了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的记者前往进行了调查 8月18号上午记者一来到福建省莆田市 梅州湾北岸经济开发区西戴社区 就看到许多村民聚集在路口 他们在道路上堆放树枝和石块 阻挡征地施工车辆通行 我们都是靠这些地来生活 看到我们这些地能来走 我们每一个人能说 不是北天 今天是北天 不来自天州 马路也是北 往上偷偷的 根据莆田市中门镇 提供的资料显示 西戴社区共4454口人 人均耕地大约0.42亩 这次被征用的土地 将用于乐宇新城的建设 安置乐宇大型港口码头 规划建设搬迁的2100名群众 其中西戴社区被占用土地 是上世纪70年代村民们填海造田而成 这块土地1984年被莆田县政府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2003年5月 由莆田市秀宇区人民政府再次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占用基本农田 设计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的 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明明田边就树立着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 为什么土地还会被大面积征用呢 村民们得到的答复是 该地早在2010年被调整为一般农用地 而基本农田划定在了村西南的一片山坡上 我们在土地自然分子里面 和他们说基本农田的事 他说现在我们那个冬间 围形不是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就在这山上 这个山上现在是定于基本农田 我们现在这里都是木地啊杂草啊 根本都不能种粮食 村民们说的那样 原来肥沃的基本农田被调整为一般农用地 而基本不能种庄稼的山坡 却变成了基本农田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将违反了基本农田调整中 土地质量有提高的方针 而对村民反映的 山上坡地被调整为基本农田的事 获天市国土作员局 梅州湾北岸分局局长郑敏源 又会怎样回答呢 后面的那个携带车需塞的山上 成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就跟你讲了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按规定 比如说山下有可能一些是 通过开篇广角形成一定平地 那么形成一定平地的话 这个其实是可以跟踪的 记者一再要求国土部门的人 带我们到西代社区的山上核实 那里到底是不是属于基本农田 但是记者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原来的基本农田 如何进行调整的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在开发区 国土资源分局提供的 调整后的土地规划图上 我们确实看到 村子西南位置的荒山上显示的 是代表基本农田的深黄色 那一边山坡地 现在基本上都不住了 都是砸草 都砸草了 不仅如此 村民们还反映 当时征地时 多数村民并没有同意 也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 哪有盘啊 没有盘啊 我们一块钱也没见 三天再说 钱往后再说 把房间给钱 把这个我们的地都全走 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款 是否已经到位呢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中门镇党委书记 欧国民 在14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群众的存折 真地补偿款 都用存折的方式 都制作完成了 那我们目前的发放情况是 我们完成了这个 西代社区的这个群众 是完成了70% 在铺田市中门镇 记者拿到一份六语新城 征地补偿款存折发放名录 但是在这份名单上 记者却没有看到村民 领取存折的签字 在西代村村民的带领下 记者走访了部分村民 您好 您是叫正经三吗 正经先后 对 申明的申 对 这个申办证号 64140是名吗 我看不像是0907 对不对 0907 你那个什么 您领过这个 征地补偿款吗 什么 征地补偿款 没有没有 什么都没有领 签字了吗 没有 都没有 那您买去 你的身份证 我能不能转一下 我看一看 对好了 641440 正经三 没有领 我一块没有领 根本就没有 一块钱也没有领 我没有领 我没签字 我没有领过 没有 根本都没有 我还没签字 我还没领过 没有 六与新城建设项目 所在地块 如何用基本农田 调整为一般农业用地 是否按照 征地拆迁原则 及时到位地 给农民发放了 征地补偿款呢 吃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如何落实到位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 能尽快给村民 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这儿呢 我要先给大家明确一下 基本农田和农用地之间的区别 农用地的范围啊 要大于基本农田 不仅包括耕地 还包括林地 草地 养殖水面等等 而基本农田仅仅是只受国家特别保护的耕地 土地关系农民的根本利益 国家有关土地的法规严肃而又明确 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 一些人为了在土地上牟利 拼命的把很明白的事搞成糊涂账 让农民钻圈套 吃哑巴亏 要杜绝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土地执法部门 面对湿地农民的无奈和愤怒 我们希望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能够查清真相 严肃执法 维护土地制度的严肃性 维护农民的利益 下期预告 明星吸毒给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 社会家庭又该给成长中的青少年 哪些关爱和保护呢 家庭负担过重 凑不起单程路费 北上读书筹坏了 镇区状元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近段时间以来 娱乐圈吸毒事件在不断上演 尤其是柯震东和房组民吸毒被抓 更是激起了舆论漩涡 我们看一下 从三月份开始 李戴墨 张元 宁财神 张耀阳 何盛东 张默 高虎 柯震东 房组民等等 这些都是明星 都因为吸毒被抓了 中国青少年严肃中心 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七成青少年 崇拜的偶像就是文体明星 不少涉毒明星拥有为数众多的青少年粉丝 他们的言行举止 穿衣打扮是很多青少年仿效对象 因此他们涉毒不仅仅是个人的不良行为 更有着广泛而且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做了最坏的示范 最坏的影响 犯了很大的错 农村的孩子 他可能接触明星的机会要少一些 反而呢 他们对明星的崇拜呢 可能会更高一点 明星 如果他有社会正能量的启示 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他要是表现出一些负能量的 社会邪恶的这种示范作用的话 那么他们对农村的孩子呢 影响也是很大的 比如说现在还有一种误传说大麻不上瘾 这个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大麻对人体产生的这种置患的效果是很大的 文化程度不高 思想单纯的青少年认识不到毒品的危害 所以更容易被毒品诱惑 我们来看一下公安部有个统计数据 截至今年4月底 全国登记再册的吸毒人员是258万人 这是登记再册 那实际上吸毒人数很可能会超过1000万 那在这其中呢 35岁以下的青少年 又占到登记再册吸毒人员的75% 成为吸毒者当中最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今年来呢 农村地区毒品蔓延的很快 吸毒人员呈现出了低灵化的趋势 有效的预防和抵御毒品的侵袭 既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观和保护 那农村青少年自身也需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有哪些建议 父母还有学校老师应该就是对子女 对明星偶像的这种认识 有积极的一个引导 要让他们知道明星偶像 他们也是人 可能也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甚至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行为 让他们知道明星不是完美的 那很多人呢 是把明星吸毒当成一件八卦的事在谈论 但是公众还是要以更加严肃的态度 对待吸毒这件事 为了让青少年定心 还要树立起一批好榜样 用极其正面的偶像效应 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从根本上杜绝 因为冲动追星和盲从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们栏目自从推出系列节目 沉重的录取通知书以来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那爱心人士也是纷纷解囊相助 希望能给这些寒冷学子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呢也是特别留意一些网友的留言 像这位网友 他说孩子也是今年考上大学 孩子看完节目感触也很多 跟他爸爸讲 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更加努力学习 还有一位网友 他叫张立秀 他说一家一职关注 巨刀三农这个栏目 这个夏天每一期播出的寒门学子 都牵动着整个社会 好心人的浓浓的爱心 也要继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我们呢也是电话采访了几位 给寒门学子提供帮助的热心人 看到孩子有点心疼 给他贵了三千块钱也不多 这就是我有一点心情 能紧张维护这里 帮忙别人 我心里也很舒服 也很高兴 如果我在经济条件 那举举的话 我还想在他的思念里 不说多吧 多说少说 再给他一些资助 我们少说上一包衣 早刻上一瓶酒 每个人的天使都没点点爱 不就能够资助这个寒门学子 顺利的这个步入大学 早早的成为国家的这个 祖国的动量制裁 动好的事情 资助款项目前呢 还在继续汇集当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来自云南鲁店 地震灾区的一位准大学生 学习努力 生活简朴 家境贫寒的镇区状元朱正荣 他目前还在为如何走出大山 踏进大学校门而翻筹 朱正荣来自龙头山镇龙景村 今年以640分被哈公大录取 成为龙头山镇的状元 可眼下 这个镇区的准大学生 却不知该如何继续他的学业 这个录取通知书 对我来说 就是意味着 将要给家庭里面 带来更大的负败 8月2日下午4点多 朱正荣拿到了 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中的喜悦 还没有来得及和朋友分享 生活就和他开了一个 极大的玩笑 24小时后 也就是8月3日下午4点半 这里就发生了6.5级强烈地震 一天之间经历了 从喜到悲 死里逃生 面对已成废墟的家园 朱正荣已经不敢驱想 那触手可及的大学生活 我的计划就是 拿到陆许通知书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一些财产去贷款 但是陆许等到地震之后 很多阵间都因为地震被埋在了土层之下 震后的这几天 朱正荣一边忙着照顾弟弟和父母 一边还会帮着志愿者运送物资 他的家乡和他的大学 直线距离大约是4000公里 18岁的少年从来没见过冬天的雪 接着书上的描述 他一直憧憬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最烦述的就是到哈尔滨这楼上的路费 真的非常高 路费1000多元 雪费是6000多元 自己如果再上大学的话 无疑是给家庭在雪上加霜 带来更加的更大的困难 有时候想倒不如自己出去打工 我就希望所有的有爱心的人 有爱心的人多帮助我们这些山区的这些孩子 帮助这些大学生走出这大山区 他们很需要帮助 如果您也想帮助像朱正荣这样的 镇区寒门雪子实现大学梦 您可以不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10-8210-1655 让我们一起为这家孩子们的上学路尽一分力 好热点说完 我们再来说一说和天气有关的热 尽管暑热正在散去 但是中午时分依然烈日当头 对于空调安装工人们来说 辛苦就不言而喻了 上午十点半 空调安装工人景维利和张虎 开始了今天上午第三单的空调安装 这个家要安装两台空调 而这种老式楼房的四层没有电梯 室内机和室外机加上各种工具 小景和小张每人每次要背着将近100斤的重物爬楼 今天北京室外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 公司规定 无论天气再热 装修工必须穿着长裤 一来是注意着装礼仪 二来也是为工作安全考虑 这样的天气 穿着轻薄 依然汗流不止 这样干起活来 更是大汗淋漓 小景和小张都来自山东东庭 两人都是26岁 从2008年就开始搭档安装空调 六年下来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 身形鲜瘦的小景翻出窗外进行室外作业 而身材壮瘦的小张在室内紧紧拉住安全绳 一丝一毫也不敢放松 完成安装已经是中午12点 伴随气温的升高和水分的流失 景师傅和张师傅从用户家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口喝水 无论淡季旺季 装一台空调有30元钱的收入 5月到8月是旺季 而且天气越是炎热 活就越多 像今天这样 两人从早晨7点到晚上9点 马不停蹄的干 就可以抢出7台空调 中午吃不吃饭啊一会儿 中午忙的时候满时 一般的情况也不会吃 干我就做我们这个 人少有吃饭的 中午忙啊 一会儿打电话一催 说几点几点到啊 都等着这边催 这一家下边就打电话了 接着没时间 赶到第四个用户家中时 已经是中午12点多 炎热的天气 加上19层楼的高度 对安装工人来说 都是考验 穿在警师傅身上的安全带 宽4厘米 安全绳直径 大约有2厘米 由张师傅紧紧拉住 师傅你害不害怕呀 在这儿 习惯了 刚开始使得师傅害怕 不眼睛了现在 眼睛了就坏了 每次只有调试空调的时候 警卫力和张虎才能吹上几分钟冷风 可是还没怎么感受到空调带来的清凉 他俩就要离开 再为下一个用户送去凉爽 那家里边人家不担心你啊 在外边看你这么危险 家里边人家不担心 他不是父母 不能说啊 你说休空调 家人为什么呢 就说在屋里边 就张虎叫说 就不用出来 知道吗 他不可能 张虎的哪有不出来的 不出来你怎么外境 怎么挂着呢 对不对 不能你这么说 但是一说 一打电话的时候就说 你别出去啊 太危险 你看那电池又烟了 掉下来摔到这 不能说 但是一说 来看就不用看了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 记者从中国酒业协会 葡萄酒技术委员会年会 继新疆昌吉葡萄酒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上获行 新疆昌吉 与世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法国布尔多 同处于北纬44度 是酿酒葡萄的三大黄金产区之一 具有发展酿酒葡萄产业的独特优势 昌吉作为丝绸之路 东连西出的重要通道 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地区 目前新疆昌吉酿酒葡萄 种植面积在三万亩以上 每亩平均纯收入在两千元左右 酿酒葡萄产业现已成为 昌吉发展速度最快 成长性最好的产业之一 黑木耳养殖基本上是传统的地灾 几把俊带平摆在地上 而日前记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东宁县采访时去看到 这里的木耳居然是掉下来养的 据介绍 吊带黑木耳能节省土地 品相好 无污染 上市早一个月 比大田里摆放的木耳 每带要高出两元多 受到了种植户的欢迎 我们牡丹江首创的 这个吊带的这个黑木耳 彭氏栽培这个技术 一个占地300平方米 这么一个大棚 一年的经济效应 就在15万左右 在日前举办的 武丹江市第六届黑木耳节上 现场交易额突破1200万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中科目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浏览查询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推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